這邊可以泡熱水澡 超舒服 浴缸超大 對呀 夠大熱情雨還可以泡遠洋雨 很浪漫 太浪漫了 如果想去凍文月 我們都可以在這裡凍文 有一個宵夜事件 有一個生日體驗 我不是經常飛去過外 很悶的嘛 先搞一些生意 而且它的浴室很溫暖 很好做就是要很溫的設備 沒錯 我們真的好像去了太空艙 所有智能的東西都有 有鏡子 還有這個 浴室全部維持在一個溫度 就不用怕 沖完涼出來 很冷 對呀 這樣才會感動 因為可以寫溫暖的熱水澡 而且很難得就是 在露營車裡面會有浴缸 因為通常露營車都很小很窄 對 這個露營車裡面放在浴缸 就證明它真的很大很寬 因為它這個預設規格 跟一些飯店都一樣 還有乾濕分離 甚麼都有 因為它是很適合的 就這樣過了一天 浴缸結束是最完美的 第一次跟上岸的露營體驗 因為露營車和營地 每一個設施都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而且車和車之間的距離 剛剛好 晚上睡覺又不會覺得太吵 但是又不會覺得太孤單 我就喜歡這樣的露營區了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舒適很多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的空間 滿寬敞的 而且我最喜歡的 就是它的衛浴設備 居然有暖氣可以調 因為現在的天氣 就是也比較忽冷忽熱 然後它除了那些暖氣設備 還有浴缸 就是它的衛浴設備都是滿新穎的 對 然後睡起來 它的隔噪音 然後還有隔光的效果都滿不錯 所以睡了一個滿好的覺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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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要去日本 來 輝哥昨天睡得好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這裡睡得很好 是因為它的床是高床軟枕 我點來點去都睡得超級好 無論睡大床還是睡西床 都覺得很舒服